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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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有一个说法说新苏那边什么福建邦啊 跟什么邦啊在那里冲突 华人在那里边构成了这个主要的福建邦 福建邦 上海邦 北京邦 放海邦 是不是这样 还有东北邦 那只是大家的俗冲 没有一个正规的组织 中国人在那里就是打一枪放一炮就跑掉了 但是也算是暴力团吗 不算 那不算 那是叫有组织犯罪 那叫有组织犯罪 有组织犯罪 他们还这个救灾 而且有些时候呢 你比如中日关系紧张的时候 他们上中国领事馆是威胁 都有 所以我对这个日本的这个这个什么兄弟会 这不是兄弟会 暴力团呢 我有一个幻觉 但可能你可以纠正一下 我觉得他们是不是类似于我们早年的那种像什么青帮 红帮 那种呢 他并不是说是个犯罪组织 对吧 而是呢他是另一种势力跟你政府啊 不是井水不犯河水事 也也可能犯啊 但是另一种势力 而且这种势力呢也有他的道德 甚至有他的信念 没错 对于国家乃至于对于民族 你像就像日本这个是有鼓风啊 哪救火了 你知道吗 等于暴力团去救火呀 第一个去的 第一个去救火 你说他们是这是一种什么 对他是在应该说是在战前 就是六十多年前 他们就已经形成了各个这些组织 而且他有他的历史渊源就是 他不是来对付政府 他是为了他自己那个村庄和那个地狱 来保护 因为当时没有警察 为了自保 对为了自保 自发的保安 而且呢他住集会里面有很多在日朝鲜人和在日韩国人 早年去的 然后呢他们有自己的这个自己的理念 你像我们的孙中山 辛亥革命 对对对 就是日本的暴力团给支持的 黑龙废 公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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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旗旗 投杀满 这都是保护 给他 给他钱 帮他结婚 帮他找女人 对吧 当年辛亥革命就是 就是他们来做的 所以在历史上来讲 一直到现在 只有世界上唯一的 能够让这些暴力团 我们叫 中国叫黑社会 他们叫反社会势力 政治家只能讲是反社会势力 不能讲他是黑社会 所以对这样的团体来的话 他有历史渊源 而且整个的他的这个 他合法的 他们跟武士道有什么关系 那武士道那是更远的 那是一种精神上的一种东西 一种文化 他不是一个团体里面的东西 整个的一个文化 对 所以我就刚才讲到 就是他们还有政治态度 对 而且呢 就是咱就说革命 你不能不看到这种势力 我后来发现 这个江湖兄弟 这是有时候有点悲壮 还有点什么 你看历朝历代闹革命的时候 你没有军队 你没有国家军队 你上哪找力量 没错 你看孙中山 上哪就混兄弟 到处叫江湖朋友 就找这种势力 侠客 在中国文化里面就一直是存在这个力量 你像在日本 他战败以后 没有自己的军队 也没有自己的宪兵 宪兵是美国宪兵 包括我们国民党的也有宪兵在里面 我们是战胜国嘛 输了那就靠什么 就靠他们这些暴力团的维护秩序 正在就在建国 那他们的犯罪行为 和他们的涉嫌犯罪行为 和他们的道德观之间 是什么关系 对 所以说三后组 他在他的门口也贴了 不能随便乱人烟头 不能犯毒 不犯毒 也有几大纪律 几大作用 对 所以谁犯了错 就要割那个手指头 所以他们还是非常严密的 那他能干什么呢 对 所以他现在参与的不动产 日本所有几乎所有拆房子的 这个行业都是他们在管 拆迁 拆迁 我们拆迁就有困难 因为为什么 我们这里是缺乏 我们也有 我们有暴力团 我们有暴力团 我们那很多拆迁的事情也是这样的 对 我们有暴力团 全部是他们在做这个工作 包括建筑业 大型的建筑业 很大的公司 包括金融 股票 他们全产 他能开赌场吗 赌场不行 不行 那个单子计房 单子计房也算是他们国民性的赌场 他挺可 他可以换钱的 那都是在日韩国人做的 所以在日韩国人里面的 在住集会里面有很多在日韩国人 这些是有联系 色情业呢 他们搞吗 色情业也做 但是色情业对他们来讲 不是一个很大的收入 因为色情业毕竟在一个城市 只是规定的地方 不是它是几规定 我们有学校 离开的很远 只是很小的一部分产业 它主要是不动产 包括拆迁 包括金融 各个行业都有 主要盈利还是在拆迁 这个在哪都一样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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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暴力团搞拆迁 暂停着很合理 但是小默又说其实没暴力 没有没有 你想想我在歌舞企业 有个很大的剧场 叫扩马剧场 是日本最早的 最现代化的 它可以旋转的舞台 在56年前就有这个 很大一个剧场 因为要把它拆了以后 再盖那个大楼 拖了整整四年 因为什么呢 在它那个一楼里面的 那个石坚里面 有一家受死店的老板 他不愿意搬 就整整等待他两年以后 最后就裁判 一直裁判到最高裁判所 然后正要下结论的时候 就和解 拿了八千万日币 他就退出来 然后退出来以后 还收拾 所以整整耽误了四年 今年终于这个控马剧场 在拆了 但拆是那个暴力团的公司在拆 但不能说用暴力团去威胁它 那是违法的 那他就更可以不走 更可以收更多的钱 那这暴力团 有什么用吗 所以说 你不能说他是黑社会 但是他有干坏事的时候 他在里面 他是分支机构 他里面有人在参与这些 所有的各个建筑行业 包括这些公司里面 但不是他直接的公司 他是听警察指挥呢 还是警察要对付他 应该说不是说听警察 应该听根据法律来做任何事情 虽然他有人缘在参与 他有资金也可以拿回来可以赚钱 但是他不是说 我们要去跟警察去打架的警匪一家 实际上我们讲中国的警匪一家是应该是干坏事 对不对 对 日本的警匪一家是干好事 我怎么看呢 因为警察需要更多 比方说管了购物基丁 购物基丁是这个住击族 不是三个族 是住击族在管 那如果那边发生了一个杀人事件 那要找这个犯人 警察先不动 先把他老大叫过来 在你那个范围出了这么一件事 你把他们去查 所有的暴力团成员全是他的县人 全部帮他们去找 那他有条件的呀 那我那个小弟 那这么一把刀子放在车里面了 结果你要关他二十天 他说没问题 因为有这个功劳 我可以写个证明 让他少关几天 关十天或者五天就出来 等下交换 这样他少了国家的很多税金 警察你说要用多少人 跑到歌舞基地 就这里去挨家挨户 去问去查 听上去黑手党就变成血管了 对对对 血警 血警 他的暴力团是地狱性的 所以他也不能 警察亲口跟我讲 这暴力团你真让他走的话 全没有取地的话 国家会乱 他找不到人 是基层保安 对 都乱来的 因为很多警察 他不能说二十四岁 马上就来 反而他们在管你 网单那个名声 暴力团 对 但日本那些 在街上老是喊口号的 那些右派团体 对 那些街上永远不疲倦的 那些人是跟暴力团有关系吗 绝对有关系 他们直接有联系的 所以他们 老师 有些是保卫天皇的 反华反共的 对 保教他们 就整天在那里 吵吵吵吵得要命的 那些右派 他们这些右翼 我们分极右翼 新右翼 对吧 更多的右翼 真正的在那里喊口号 拿着个宣传车 那都是跟暴力团 有直接关系的 他们的 他们自己的原因 就是通过暴力团 去守的 当然也有说 税金的 暴力团 为什么要在政治上 有这么强烈的倾向 因为他 他的政治理念呀 要不他怎么 怎么结这个事呢 我的事是 我是保北方市岛的 他也保钓鱼岛的 他们叫尖烧村岛 他很多都是说 我特别效忠天皇 对 你们这个背叛了天皇了 我们怎么怎么怎么 他也他的真正理念 就是咱们那时候 青红帮反清复明 是吧 有点 但徐老师刚才提这个问题 让我想 这个也让我想到 我们做的一个节目 就加藤 加一 坐在你这个位置 说实话 我后来觉得呢 有点不太好意思 这个当然涉及到这个问题 我们就在聊啊 这个就是说 金灵十三差嘛 最近就有对 中国影视剧当中 对日本鬼子 对日本人形象的这个塑造 那我发现 聊生了之后啊 弄得人家家疼啊 很尴尬 很尴尬 因为他呢 你看 也是跟中国人混得比较熟 跟中国人比较好 对 可是他本身又是日本人 我就觉得他呀 绕不过去一个 南京大屠杀 或者就是说这个 你 其实我站在他的立场上讲啊 南京大屠杀 也不是他去强奸的 对吧 可是他要面对中国人这种问题 就比如说 一说到具体了 就是你们到底觉得有没有南京大屠杀 是有没有杀我们三十万 有没有把我们妇女强奸了 子宫带在人家头上这么样的羞辱 你知道他当他说这个话的时候啊 他出于他各个方面的这个角度来考虑啊 他最多只能说日本有多元化的看法 有些左翼 有些右翼 有些人认为是这样 有些人认为是那样 你们一定要看到我们日本也不是铁板一块 可是实际上他也很难明确的给你中国朋友 一个回答 弄的就 红脸 我就觉得 也挺不太礼貌啊 但是你这个事你从日本来 你觉得日本人心里对这事是个什么呢 因为他们 现在的人 就对以前的历史都不是很关心 首先他们对政治就不是关心的 每一年换手 像谁你换哪个都无所谓 所以首先对政治不关心 实际上对他们自己的历史就不太关心 特别他们也知道这是对他们比较黑暗的历史 像我前期也讲的南京大历 真的有这个事吗 他就会这样的态度 他没把它当回事 因为在他们的教科书上面 没有这样像我们中国教科书这样写明 比方说三十万的问题 包括右翼 我跟他们很多的人打架的 有那么多吗 你当时的南京是没那么多人口 有三十万人在那里吗 他们的日方的数据是这样 他说当时南京的人口是五十万 中方的军队是九万 日军是五万 而这个五十万呢 肯定还有一些因为战争逃出去了 所以他们以这个数据来说呢 你这个三十万的人口好像是不大可能 他们好像日本就这样 就包括整个我就觉得有些事啊 你看你德国人咱就觉得他很清晰 就这事是对还是错 我们该道歉道歉或者该怎么就很清晰 这不就讲到日本这个民族性格 他们就讲就叫暧昧 暧昧是一种什么东西 比方说我想从对我个人来说 假如说我过去就算我伤害了一个女人 那么我现在想起来心里也是有个定性的 很清晰 对是我不对 我辜负了他等等 我不知道日本人他总是那么一段 中国人天天在这说呀 你这个抗日战争 什么怎么怎么着 屠杀烧杀蒋光 那这个事对他们来说 没个就是怎么说呢 不想有个明确的说法 因为他们从小的教育没有受到这个教育 在他教育上他们的这些 现在这个到四十岁三四多岁的这一代人 以下的人他根本都不知道这些 而且他们也不像我们在中国听的 这种电视剧啊电影在看这种东西 所以偶尔南京大陀沙的电影 南京南京到日本去放的时候 到日本放 我们都很紧张 因为路川也到了东京 都会很紧张 当然有优异抗议 但那些没有关系他根本就不关心 他也不去看 他也不来闹 只有一点小小闹 反而去看是有意思 所以说这种电影在东京都可以放你去想 他们关心 放了以后日本人怎么样呢 他没有人来看 没人看 他根本就不关心 也不是大电影院 也不是很大的 人家上有报道报道 小众的 他不会当你很重要一件事情 所以日本的这个政府这么多年 他对于他二三 但尤其是跟中国战争这一段 用我们的说法 他遗忘工程也做得很 所以我就想有一个问题 假设说 当然咱中国从来不侵略 但假设说 我们中国历史上有这么一段 就中国军队冲出去 杀了别人三十万 强奸了个遍 对吧 那么今天我们会怎么想这个事 中国清军那个时候对回名 中国清军对少数民族的有些战争 你看张成志的一些描写 其实有些暴行也非常厉害的 你知道中国跟外面打仗 从古至今打高丽啊 后来打安南啊 如果我们要用现在的国家概念来说 也是国与国的 但当然这个套回历史是不恰当的 因为那个时候并不是国与国 那个时候大家这是一个足之争 你硬套现在的观念 那岳飞干什么嘛 那他不必要嘛 那中国人嘛 那你破坏民族团结嘛 对不对 所以中国的事情比较难说 就没有这么大的 日本人啊 我觉得加藤那天 我觉得他日本人跟中国人还是不一样 你看他尽管在别的国家 讲的是一个敏感的问题 他不管怎么说 他非常坚守一个日本人自己的一个态度 对 这一点中国人未见得说得到 中国人很多你跑到美国 跑到国外在国外的传媒里说话 有时候可以百分之一百的来批评中国 批评中国有的是对的 有的是对的 政治上批评 但是有的时候 他不那么容易面对别人来坚持 他在这样的时候 我虽然也很坚持批评他的观点 但是你看到他还要强调 日本人60年和平宪法 自卫队不再侵略等等 他们坚持日本的学者也是这样 我现在打交道 美国的学者 德国的学者 日本的学者 日本的学者最坚持国家立场 他们的研究项目后面都有国家利益的考量 所以我就是昨天还提到 我就说这个姜文拍那个鬼子来了的时候 他曾经说 他说我们原来中系也有日本学生 温文尔雅 他说我很难理解 同样的是这么一帮人 怎么在中国侵略侵略中国的时候 就能干出这样禽兽不如的事情 他说你很难联系起来 但是他后来把这两个重合了 他说他就是这样的人 他就举了个例子 就像这个揪山和李玉和 你看日本人一方面讲道义 咱们是老朋友 老朋友抓了你 我们给喝酒 怀念旧情 我还是朋友 可是对不起 密电码该交 你还是得给交出来 他就说这就合起来了 他就是这样 他们的这种原则 日本人非常讲原则 包括国家的这种观念 可是这并不妨碍 就是说他跟你温文尔雅 他跟你有这一套 但是他的原则 跟我们现在讲的普世价值 又是不同 他的原则是国家的原则 不像美国人坚持的是人的原则 很多欧洲 德国人以人的原则 所以日本人有很多东西 我们一方面要批判 我们一方面也要把它做静止来反省 我们自己对比方说 我们过去的有些黑暗的视线 我们不是对外 但是我们自己我们也是采取一种模糊的处理方 时间久了 你以为是暂时有好处了 长久并不好 日本人我觉得也是这样 我始终觉得日本人在摆脱这件事情 不如德国人 徐老师是不是这说了一句名言 什么什么就模糊了 我的意思就是说 昨天看不清 今天就模糊了 好啊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我们下回到最后见 我们下回到最后见 这问题太老了 就说他为什么不道歉呢 说到底 那么很简单 政治家他道歉了 他底下那些不知道 他不会给他选票 那就说明日本老百姓 是不愿意道歉的 当然了 他们没有说过这个家 他不认为有这么一件事 等于他就卖国你知道吗 不是 他这玩意你不认为有这么一件事 他要是事实的话 你为什么不去弄清楚 有没有这件事呢 就是这些事实 没有在家库署里面写清 谁也没搞清楚这个 所以他就还说 你没有三十万人 你人口都没有那么多 他们就不想弄 你比如德国人多严肃啊 德国学者 没有一件事要糊涂的 他连他自己的律师 有多少人帮过纳粹 他都一一查得清楚 可是另一方面 日本人极清楚啊 到后来中国有些研究 南京大屠杀的这个学者就感慨 我们学术的功夫 没有人家日本 日本当年军队的记录 咱们一说就缴获一万多杆枪 日本是缴获一万两千三百四十八颗子弹 他都能精确到这个程度 你说他不清楚吗 他也很清楚 但他没把这些东西告诉他们的国民 这是一个 任何一个政党 他每年 你看他每年都都换 他为了想赢 他一定是想更多的选票 就那么简单 就是为了选票 所以小木讲的这个很重要 日本的问题啊 不是换哪个领导人的问题 我们总觉得讲某一个人 这个人坏 你去拜金国神社 那个人好像好一点 其实关键不是 因为政治家 他就是看选民的 你一软弱 他就说你为了跟中国做生意 你就放弃了国家利益了 包括这个钓鱼岛 包括北方四岛 日本他就要用这种民族主义的姿态来强调 所以更大的问题不在政治家的民意 而这个民意又是有变化的 我跟你讲 八十年代我刚去的时候 日本人对中国的友好程度 百分之七八十 对美国百分之五六十 那个时候日本人都说 他们对中国比对美国更友好 现在的情况是 对美国友好百分之七八十 对中国友好百分之二十几 这个中日关系 民间的交流 这些年怎么会这样 当然这一方面原因是硬的 因为中国强了 他们感到害怕了 这个是 但是不是还有些另外的原因 造成了这些情况呢 但还有他们的媒体 报道了中国的地狗游啊 什么东西 对 他把中国的反日情绪 都解释为中国内政的需要 还有更重要一点 中日搞得这么坏 谁最得意啊 美国最得意啊 西方国家他眼看着 他要是中日 要是不闹这个事情的话 那对世界又是一个 怎么样的影响 所以让他们的媒体 媒体抱着了实际上收视率 对吧 所以中国的越南的东西 越有观众 越有看 这就正见了他对中国的影响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 曲江楼冠文明启示录 我一切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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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